2018年6月27日立法會會議上 由楊岳橋議員動議一項 不信任立法會主席的議案 我請議員刷釋 6月27日立法會會議已經編排了兩項 不移據立法效力的議員議案 26位議員現在聯署尋求內務委員會同意 在當日即6月27日立法會會議上 是在兩項已經編定的議案之外 由楊議員就上述 事宜多加一項的議案辯論 如果有關的建議獲得內會通過 你們亦都請內會 獲得通過的話 亦都會請內會支持請求立法會主席 勉強所需的預告期 我會先請楊岳橋議員發言 我提提大家現在的討論 重點應該是否同意在6月27日 多加一個辯論時段 楊岳橋議員 兩分鐘 我本人兩分鐘 其他同事請問有多少時間 過去的關係都是一分鐘 如果我們善用時間 我都會給大家盡力 用完這個會的時間去表達意見 楊岳橋議員 好 麻煩主席 主席 我們26位議員 是對梁君彥議員作出不信任的動議的 而這個是建基於 梁君彥在處理一地兩檢條例草案的 二讀全體委員會和三讀期間的程序 他的主持手法是違反議事規則 安排極度不恰當 也在期間剝奪了議員的權利 這也是嚴重違反了議事規則的精神 因此我們認為他是無意 亦是無法繼續履行他主持會議的職務 以下是我的理據 第一 在欠缺任何法律基礎 在欠缺議事規則的條文 又或者任何先例的依據下 梁君彥在6月4日預先 已經是劃定了審議草案的時間表 限制議員在草案恢復二讀 全體委員會階段和三讀時間的發言次數 這個是完全違反了議事規則的精神 特別是根據議事規則和內務守則 議員在恢復二讀辯論期間 是可以發言一次每次15分鐘的 但非常可惜的是6月7日恢復二讀的時候 還有11名議員等候期間 梁君彥就以辯論已經進行8個小時 是不容許我們繼續發言宣佈辯結束 期間也是驅趕了5名議員出去 同一時間當在全體委員會階段 還有18名議員等候發言的時候 在不足10個小時辯論期間 梁君彥就宣佈腰斬 這個是再次違反議事規則的精神 更何況在全體委員會階段 當建制派在去年認為全體委員會和大會是兩個會議的時候 被驅趕議員是絕對有理由可以重新進入議會 但是梁君彥拒絕 這個也是違反了當日建制派議員宣講的理據 在以上總的原因下我們認為梁君彥是完全缺乏能力 繼續主持會議 歐樂軒議員 主持我們今天討論的是梁君彥立法會主席提出的不信任議案 是絕對支持這個議案 民主派提出這個議案 我們當然知道在建制派保駕護航底下 議案很可能是沒有辦法通過 但是無論做得多噁心、多欲酸、多野民、多無理 建制派只會不出全力護航 因為這是阿爺的政治日務 不問手段、只求結果 他們有人敢投贊成票嗎? 下次做這麼欲酸的事 會成為被公眾世氣的棄子就可能是他們 所以他們只能不問是非、互相支持 今天我們提出這個議案 無非是要引起大家的討論 到底一個立法會主席要具備甚麼質素 甚麼行為、甚麼道德標準 香港的議會制度也可以說是借減英國 英國的議長有甚麼條件? 在選舉的時候 議長是必須脫離政黨和政黨事務保持距離 面對議會所有爭議,他也有以理服人 但是看梁君彥,切頭切尾是有權用盡 為政府、為特權衝鋒陷阱所謂主席 這些人有資格做主席嗎? 郭家麒議員 主席,梁君彥的表現真是不知所謂 我跟建制派議員說的 建制派以往都是你玩了的 譬如你找曾鈺成、范徐麗太 但是沒有一個差得過、欲酸過、離譜過梁君彥 我就提一提大家,在這個議會那裏 你們都是出份糧食的議員來的 如果找一個令市民或者議員都覺得可恥的 羞恥的或者覺得很不稱職的所謂主席 其實對整個議會 就算對我當你建制派出來都是為了補價護航 都沒有理由要過這麼噁心的人出來去做 所以我也希望為你們好 都對梁君彥投過不信任票 你們那裏再談一談 或者和爺爺談一下 有些什麼更加好的人選 反正你們都是做木偶的 做木偶就找一個好一點的木偶 周豪鼎議員 主席,反對派在審議一地兩檢的過程中 擺明是通過各種拉鋪手段企圖拖垮一地兩檢 香港市民是不希望讓反對派拖垮這個高鐵一地兩檢 過去法庭亦有判決說明 立法會主席是有權作適當的展報 整個一地兩檢在立法會審議階段的過程是用上數十個小時 在過去反對派不斷重複他們的問題 就算給什麼答案他們都當視而不見 最終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拖垮高鐵一地兩檢 主席,我認為立法會的主席 行使他展報的權力適當地做好展報 還我一個議會的正常運作是恰當 我們不能夠集非成事的 謝謝主席 毛孟靜議員 梁君彥在立法會那裡 強行過割地兩檢那一幕 真是那種惡形惡狀面目真靈 是慘不忍睹的 他的姿勢完全像山寨王 然後有一群土豪劣身 俗湧著去 他就自以為真是可以 儀器指示不可一世 這個這樣的主席 你說真的怎麼信得過 而他擺明給你聽 我是這樣的 為達目的不擇手段 如果你學馬契維尼 你學好一點點 馬契維尼 好像學曾玉成 起碼擺個臉在前面 有個樣子給人看是有goodwill的 他完全是跟你反抬 識見也是非常得人驚 他不知道什麼叫暗春 他更加不知道什麼叫做quail 是叫人收聲的 或者叫人收回 你的時間到了 你的時間到了 姚詩榮議員 多謝主席 任何事都有因果關係 為什麼要出現主席限時的安排 主要我們以往看到 在大會裏面 就財務撥款的討論 一些法案的討論 出現拉布的情況 所以以往主席 就用一個滑線的形式 限時去作出討論 我看這個做法是逼出來的 當然大家都不想限時 大家都回顧以往的歷史 出現這個問題 不是一個單獨事件 這次主席的有關限時的安排 就是根據以往 討論這些法案 比較複雜法案的情況之下 劃的時間 都不是說亂來的 所以我覺得 大家對主席的濫權的說法 是根據不足的 所以我是不支持 這個有關的議案的討論 劉國昏議員 多謝主席 我自己看回主席 在處理一地兩檢的議案的時候 其實是很複雜 也做得很好 我看回主席主持會議的權利 來自基本法 也來自議事規則 老實說 他有沒有違反 其實反對派是深知肚明的 剛才有反對派的同事就說 主席有權用盡 我想這句話 應該原原本本 是送回反對派的同事 他們怎樣有權用盡呢 就是濫用一些規程問題 基本上他們站起來 不是規程問題 他們拖延時間 也都是濫用點人數 我們看到很多次 提出點人數的議員 自己是離開會議廳的 目的都是想拖廈一地兩檢的議案 亦都令到保安受傷 所以其實濫權是反對派的同事 所以我們反對這個動議 莫乃光議員 主席 我都覺得 建制派的理由很奇怪 我們當然是反對那條條例 當然是想他不通過 你就說我們的問題 就是我們反對那條議案 那這是甚麼邏輯來的呢 我們對一個真是主席 在這個立法會裡面做到主席的人 對他有很高要求的 要他中立 要他真的執行程序 嚴格地執行議事規則 但是在這條條例 一地兩檢 這條條例開始審議之前 他已經是創了先河 又限時間 又限發言 又分段 限時間 他雖然給了一些理據 我今天沒有時間詳細地去講 但是那些理據 完全是那些過往的先例 其實完全不是先例 完全是沒有理由的 他就叫我們去跟他談 但是談其實是沒有得談的 所以我只是見到昨天 整班建制派一起去支持梁君彥 只是反映了 梁君彥只是代表建制派 代表政府 不中立 所以我們怎麼可以信任他呢 陳志全議員 我是支持在6月27號立法會大會上 處理對梁君彥的不信任動議 梁君彥是應該下台的 做主席是一日都嫌多 在審議一地兩檢的時候的整個過程 他是無視基本法和議事規則賦予議員的 最基本的發言權利 不是說拉布 不是說展布無限次發言 而是說連在二讀的一次十五分鐘以內的發言權利 都有議員在給他的無理裁決 他的框架限制 建制派或梁君彥經常說七十二條一 基本法賦予他主持會議的權力 就是這四個自己主持會議 主持會議的權力是否絕對呢 是否無限大連議員說一次都不給 以及自己是不停搬龍門 開波之前也是搬一次 開波之後搬一次 說二十二個小時給大家在全體委員會階段發言 接著又搬 你的發言時間到了 張宇仁議員 主席 我們這些泛民同時開口 在人身攻擊我真的不太看得過眼 經常說有權用盡 其實他都看他們自己有沒有用盡 他以示規則給他的權 還有就剛才陳志全議員說到 主席的權是否絕對 我也想問問大家同事 我們的言論自由的權又是否絕對呢 大家是拉布 你就夠膽出來認 現在做到拉布都不敢認 在我來說 主席一定有一個必然他要做的事 就是要平衡這個議會 那個實際我們要做到些甚麼 不是只是因為議員有發言權 就可以不停地發言 就不平衡這個議會 究竟我們是否有效率去進行 所以這個主席做的事 是大家要看 放開眼睛去看 胡志偉議員 主席是要保持他的中立的 在一碟兩檢的法案討論 大家都見到 連政府自己都只是想著 在六月底的時候 希望六月底之前通過 如果按照這個議事情序 就算跟快梁君彥自己 原先的設計的時間表 就算你再有多少少鬆動都好 都已經是有足夠的日子 可以在六月底之前通過的議案 但是現在梁君彥要扼殺的 不單止是我們民主派的發言權 亦是令到在議會上 其他同事都連發言的機會都沒有 那你數一數 即是你們建制派保皇黨 連他表忠的時間都不夠的時候 那其實這個是梁君彥的主持會議 是不是在做一件事 是扼殺了我們同事的發言權利呢 最後就是在二讀的時間 根據議事規則講得很清楚 每一個議員有一次的發言 不多於一次也都不多於十五分鐘 這是一個權利來的 都是不用許 主席是隨意扼殺的 張華峰議員 多謝主席 我發言就反對楊鶴橋議員 提出不信任的同意 我認為這個是一個無理的取留 那麼我們立法會是一個立法的地方 所有立法會的議員 應該尊重法律和法律精神的 那麼首先梁君彥作為立法會主席 他有責任支持好這個會議 也都令這個會議有序有效的進行 這裡也都是基本法和立法會 以時規則會主席的權利 事實上審議一地兩檢的條例草案過程之中 梁子智已經按照議事規則做好 那個妥善的安排 反而反對派則不斷地利用點人數 提出終止待續等議案的招數 指導阻止草案的通過 通過高聲呼叫大力拍桌等野民的範圍 來搗亂的議事規則 原始破壞這個議事規則 你的發言時間到了 所以我反對這個議案的動議 張國均議員 主席 今次反對派議員 對立法會主席提出的不信任動議 其實說到底都是因為 他們和一地兩檢這個條例草案過不去 可以這麼說是整個反對派 他們這個反對的電視 鬧劇的片尾插曲 通過了之後 最後都要有一個片尾插曲 去做一個埋尾 我想不論哪個做主席 其實都會好像今次這樣 是遭殃受到這個不信任的動議 坦白說八條的簡單的條文 在這個立法會年度用了128個小時 你說怎會說不夠 在我們今次的討論裡面 其實反對派用的是拉布三寶 終止辯論、打終點人數、 似是而非的規程問題 只是在二讀階段 休會就用了九個半小時辯論 點人數又用三個小時去辯論 坦白說 如果主席多加幾次會 多加幾個小時會 結果都是他們用來 繼續提終止辯論 繼續提規程問題 接著告訴大家 我沒有時間去討論 你壓殺了我發言的權利 所以我支持主席按照議事規則 你的發言時間到了 尹兆堅議員 主席 我支持在6月27號 處理這個不相同意 對梁君彥主席的 梁君彥可以這樣說 是我們立法會的主要和端之一 你看一看主席怎樣主持會議 其實這兩年來 我們議會的氣氛文化去到這樣 其實主席都貢獻良多 即主席的名句是甚麼 我已經裁決了你坐下 大家都懂笑懂背 不夠講道理 不夠講道理 就強行來 其實是可以講的 你想一想以前 曾鈺誠的年代 你們的黨優文建聯同事 聽著 周誠有沒有這樣被我們挑戰過 我們以前的同事 有沒有這樣挑戰過 是嗎 喂 主席我在說話 大家保持縮靜 有沒有試過去到這樣 要不信任他 即是大家看到 那個處理會議的水平去到這樣 梁君彥這次 剛才我的同事都說了他幾個宗序 我不想多說 我覺得一個主席 已經失去了我們對他的信任和尊嚴 我們不能夠信任他 代主席 邵家樽議員 謝謝主席 剛才有議員說 主席的霸道其實是逼出來的 我們對於主席的不信任動議 都是逼出來的 在整個審議一地兩檢的情況裏面 主席的濫權已經不需要我再說了 我之前的補充就是 些人都說 即是主席在整件事裏面 說他又不聽 聽他又不明白 不明白他又不做 明他又不做 做他又做錯 錯他又不認 認他又不改 改他又不服 現在坊間已經說 你做人 不要串得過 不要串過馬舌亨 也不要惡過梁君彥 所以對此 我會支持這個不信任動議 謝謝主席 如果想起這個議題發言的議員 請大家按制 我以便更好分配時間 林健鋒議員 主席 2014年9月 終審法院的案例 中院的判詞明確指出 根據基本法第72和75條 立法會是可以自行制定議事規則 立法會主席也都有主持會議 確保議會秩序的權力 所以大主席絕對是有權對辯論 設定限制和終止辯論 法庭的判詞很清晰 但我不是很明 為何反對派 特別是有法律專業背景的大狀 他們會有不同 甚至相反的理解 很明顯 他們就是完全無視當年終審法院的裁決 混淆視聽 誤導市民 昨天已經有人向法庭申請司法覆核 我奉獻那些口口聲聲說尊重法庭 尊重司法獨立的人 就說少幾句 不要使手畫腳 說得就說 特別有些人人身攻擊 不是對事 是對人的 這些是絕對不正確的 多謝主席 蔣麗雲議員 主席 我今次真的不知道 一眾反對派 提出的理據是什麼 當中還有一些是律師的話 簡直我發覺 太過任意和簡直是 都不知道怎樣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在《基本法》都很清楚 第七十二條 主席是要負責主持會議 決定開會時間 和可以執行任何立法會議事規則所規定的職權 好了 那我們說回議事規則 有些人說 不是啊 定時間那件事 就沒有在議事規則上寫的 對 議事規則裡面 確實沒有寫定時間 還有沒有寫很多很多東西 所以議事規則很清楚 大家看回議事規則的 第九十二條 對於本議事規則內 未有作出規定的事宜 立法會所需遵循的方式及程序 由立法會主席決定 你的發言時間到了 郭偉強議員 現在都可以看回直播 當大家看回的時候 必然發覺 反對派一開始就提中止待續 就花多了九個小時 原本主席定的三十六個小時 編好八個小時二讀 二十二小時全委會審議修訂 和六小時去處理三讀 大約分了出來 但是並沒有遇到反對派 不是有心想討論 一開始就提中止待續 令到整個會不能夠如期進行 這個是他們自己做出來的 但是偏偏就賴人 我覺得全港市民都有需要 說兩眼睛看清楚 謝謝主席 葉建源議員 主席 今日建制派想提出 主席的做法就是一個展報的做法 因為那條步拉得太長了 根本是有很多報證出來 所以要剪掉它 但實際上這個是偷換概念 問題現在是根本 一塊布都未能夠遮到山底 就是說我們還有很多議員 都還未有機會發言的時候 在這個時候就剪掉 在這個時候 那種的並不是一個平衡 而是握殺了議員基本的發言權力 在二事歸都很清楚 十五分鐘一次發言機會 現在建制派 我覺得理議會答的問題就是 是不是這一條的規定 是可以不需要遵守 是不是在議員 連一次發言的機會都未有的時候 就可以今後可以不讓大家發言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覺得這個就是 就是議會整個我們的精神就淪上了 林卓廷議員 主席 早前我們立法會前主席黃文發先生 就評論我們梁君彥主席的做法 也都指出他的做法 是違反了議事規則的規定 我們看回歸以來幾任主席 梁君彥的水平低到一個地步 是令人震驚的 也都令到我們立法會尊嚴喪盡 剛才有很多議員就說 我們民主派是不停拉布 但是我想提醒大家 二讀的發言是只有一次機會 寫明是只有十五分鐘 那怎樣抓到布呢 你是只有一次而已 你連那一次的發言機會 都不讓議員去發表 就個法例的原則的意見 這個是不是叫適當安排呢 這個其實不是叫有權攬盡 這個叫無權去濫用 麻煩你了主席 梁耀忠議員 多謝主席 主席我是支持梁耀喬議員 在6月27號所提及的 包括選任議案的 主席 我想在議會裏面來說 我想議員的最重要的責任和角色 就是發表意見 表示自己對事態的立場 但是不過問題 就是在這件事件上 就是竟然間我們二讀的時候 很多議員是被剝奪了發言的權利 這是最重要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議會員已經不是成為議會了 議員也不是成為議員 因為我們的權利都被人剝奪的話 還有什麼意思呢 在這裡坐在那裡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一定要維護 而同時其實就是 有同事說 主席的霸道是被迫出來的 就是說你同意他霸道 那主席是不是應該霸道呢 主席為什麼不應該以 以示規則 或者道理去服人呢 是以霸道來逼人 或者握殺這些權利呢 要是不是應該這樣做呢 第二點 還有人說 就是說 由於我們不滿那個 一地兩檢這個法案 所以就是 做出以後續的事情出來 這個完全不是的 你轉而視線 這幾個發言時間到了 謝偉俊議員 主席梁君議員 可以做得更加好一點 我認為是可以的 但有沒有錯呢 沒有違反議事規則呢 我是沒有的 如果大家真的留心我們議事規則的話 其實所謂議員的發言權 是沒有定實 每位議員一定在第二階段 一定有15分鐘 只是一個下限來的 沒有這些下限 只是一個上限 但不可以超過一次 不可以多過15分鐘而已 所以規則上呢 我看過呢 是完全沒有問題 大家如果真是有心 研究議事規則的話呢 即是有心研究主席的權限 麻煩你們用心去看看 終審法院的判決之後呢 才好做一些無聊的 或者一些不必要的指控 包括連楊橋議員 我非常之失望 作為大律師呢 他沒有看清楚那個判決 沒有看清楚議事規則呢 就用那些那三條的理據呢 是完全不恰當的 更加呢 我覺得是沒有必設性 在6月27號呢 馬上提出這個不信任動議 我建議大家不如冷靜一下呢 用回你們自己 辯論的時間呢 排隊先 過了暑假之後 看清楚有關的法例之後呢 才再申請做這個動議 麻煩你 張超雄議員 主席 謝偉俊議員說 沒有迫設性 我就說 等多一天都嫌多了 即是這個梁君彥 一個那麼低水平 那麼低層次 零票當選的議員 走了來我們做法會主席 真的是 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一個羞恥 一個 有外國國籍這麼多年 突然間做了我們立法會主席 當時他究竟放棄了外國國籍 都未知 那麼他又不跟議事規則 前主席王弘發都說了 議事規則不是加強這個主席的權力 是限制他的權力的 議事規則沒有說的 即是說他沒有權 他是沒有權限時的 我們在這個全體委員會的時候 辯論這些修正案 是可以無限次發言 他不可以限時的 他是有規矩可以跟的 他可以阻止我們發言 如果我們無聊所需或者是重複 有幾個無恥 就等了蔣麗雲議員才來投票 蔣麗雲議員每次都突破盲腸 他就說 沒有作出規定的事 就由立法會主席決定 但二讀的就很清楚 作出了規定 那他又不守 那你自己拿回議事規則看清楚 現在那三部曲 不讓人說話 抗議呢 就找些保安來武力夾人走 之後再報警 現在加上謝偉俊這個所謂 停賽一連 其實你這個 你不如真是 自己 倒盆水 照一下自己的樣子 已經不單止令到議會 變了一個妖獸都市 你的發言時間到了 由於你提到我 我必須說 剛才我是按照議事規則主持會議 有議員提問我必須作答 最後進來的那位是胡志偉議員 我也都清楚問他 是否需要投票 他要投票的時候 我也都會讓他投票 請你搞清楚這件事 梁志祥議員 主席 反對派就無恥度 要用一些人生攻擊的議員來攻擊 包括謝偉俊議員 和梁君彥主席 這種做法大家都有眼見 全港市民都知道他現在在玩什麼 都是想 做什麼 都是想拉布 都是想輸打贏要 既然這樣 又何必要搞到 用人生攻擊這種辦法 去宣洩自己所謂心頭恨呢 我覺得這次他們提這個是無聊的動議 我一定反對的了 其實這次我們整個辯論入面 包括議事規則法案小組百多個小時 好了 他們去到二讀的時候 又說中指代族又搞了十幾個小時 你加起來 根本他自己已經 在那些場合中 已經表達了所謂反對意見 還要在二讀中 要十五分鐘又十五分鐘呢 你的發言時間到了 好了 何俊賢議員 多謝主席 做事就當論成敗之大告 就不應責一言一行之微下 但當然所有事情都要跟著議事規則去做 梁君彥主席永遠都有改進的空間 任何一個人做主席都會 但是他有沒有違反議事規則呢 我正如剛才Paul哥所說的 其實我也覺得他是沒有做錯的 我們這個陣營呢 我們這個陣營呢 就希望盡快去令到一地兩堅的條例 是有一個結果 能夠完成審議 反對派就永遠是拉布 希望呢 就阻止條例通過 他們都是無所不用其極 所以呢 如果我們反過來想 究竟哪一個人 哪一個人能夠做得好些的話呢 其實我自己代入去梁君彥主席 我都未必能夠做得比他好 但是講到主席說是不是濫權 幾年之前 幾年前 反對派是壟斷了人士和公務 兩個小組委員會 當時我們寫信去加入小組委員會 他們都濫用他們的主席權力 用七八個會 我都未入到委員會 大家記住這件事 我們的發言時間到了 盧偉國議員 主席 非建設派議員 我覺得很奇怪 我不知道為何 他會形成一種心態 就是 凡在任何基建項目 對於香港駐內地合作 對於香港把握 在內地發展的空間 包括香港高鐵的香港段 能夠接通內地高鐵的大網絡 是這麼反對 似乎任何內地與香港融合合作的都有原罪 所以一地兩檢 我從一個數字看 已經知道他們如何在拉布 我和邦法陳凡局長計計數 大致上 他就一地兩檢相關的各種委員會會議 在局出席了130小時 臨尾這38小時在大會 我認為大主席已經盡量處理得相當好 所以我反對不 譚文豪議員 主席 剛才也有同事說過 現在不是有權用盡 他根本上沒有這樣的權也用盡 在議事規則裏面有很多事情說得很清楚 究竟議員是有甚麼權利的 例如插言 即是說有任何的議員站起來 其實法律規程問題是要先處理的 而我們見到在那次會議那裡 講義讀的期間 是站起來而不去處理 是一個都沒有 是一個都沒有處理 當日是 後來處理是第二天的事 即是說其實他完全濫用了 或者完全不理這個議事規則 而他自己也說 他說本議事規則是增加我的權力 不是規範我的 如果以這樣來理解會議事規則 這樣的主席 你們真的覺得沒問題 整天都說了些甚麼 是我不同意你的正義 但是誓死捍衛你的發言權利 廢話 整天講這些話 有些建制派議員掛起嘴邊 完全就不是做這件事 你的發言時間到了 范國威議員 梁君彥限制議員發言 強行腰斬護議 無理驅趕議員 完全是違反議事規則 內務守則 是濫權 獨職 建制派保皇黨 剛才講的那些甚麼 因果關係 無理取鬧 人身攻擊 根本就是包庇 是私相授受 嘗試轉移視線 梁君彥 保皇黨 根本就是憑被違奸 他們是一個利益集團 為了政府 各地兩檢的法案 保價護航 是要配合劇本 現在立法會議員 要追究梁君彥濫權獨職的責任 他們就撲出來 是去保價 繼續保價護航 這個不能夠接受 梁君彥必須要面對議會 對他作出不信任動議的處理 還議會一個專業 這個才能夠令到立法會繼續履行 監察政府的職能 有沒有議員想就這個議題 作第一次發言 現在有一位議員表示 想就這個議題作第二次發言 有沒有其他議員想多次 如果沒有我們就 是的 因為我要看一下 如果第二次是不能夠處理大家的要求的話 就不能夠給大家作第二次發言 好 那我們由於今次只是討論 是否是支持在6月27號 多一個辯論 去處理楊岳橋議員提出的議案 所以大家對於大主席那個 不信任動議 依然可以透過其他方法 自己的議員議案處理的 我最後請楊岳橋議員發言 一分鐘 主席 立法會主席是代表立法會 是我們全體議員的總代表 他的權力是主持會議 他的權力並不是為政府補教護航 也不應該是為某一個黨派的利益去籌 事實上在今次處理一地兩檢草案的時候 其實建制派我相信也有苦自己知道 借這個議題其實應該是要發言 是應該表達他們對一地兩檢的支持 都因為梁君彥今次的安排 而大幅被削減被剝削 其實根本這個主席 是不是真的完全體現到中立 是不是真的可以令大家信服 這個我相信大家心裡有數 只不過是因為今次政治的原因 大家要歸邊 你們要站在梁君彥後面 但是說到底 他是不是真的絕對有能力 有權威 可以站出來 在立法會歷史上 為我們定下一個標準 明顯不行 我剛才也留意到大家 就著這個建議有不同意見 我就會以表決的形式去處理 現在進行記名表決 表決鐘將會響五分鐘 表決的議題已經在屏幕上印出 委託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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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